前两天晚上在广东佛山发生了一起持刀劫持人质的事件 人质全身当时已经多处受伤 但是警方始终没有办法靠近这个人质 危急时刻警方想出了一个好点子 事发在当晚七点多 一名男子在一间出租屋手拿刀具守在被劫女子身后 警方说男子的女朋友之前被警方验出吸毒 被派出所强制戒毒 男子之所以劫持人质 就是怀疑是这名女子向警方告发的 眼看被劫持的女子流血过多 警方紧急采取了行动 时评中 结犯旁边多了三名医护人员 在帮人治包扎伤口 三名医护人员中一个是护士 另外两名是警察装弯的 趁结犯放松警地 乔装的警察制住了歹徒 杜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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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杜